与神同心 王极庆的最后八堂课 还是深深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礼记 礼运篇 偏人大度地宣誓 那么早以前便已深入于华人的潜意识里 想来真令人惊叹 三十几年前 我因祸得福地接触塞斯 西方神秘学及新时代的哲理时 除了深感震撼并弃而不舍外 更因为其中受到东方佛道影响的部分 引发了我莫名的感触 此生生于中华文化中是多么幸运的事 与政治 权力 主义派别无关 而是中华文化 其文学艺术方面的深沉底蕴和泱泱大度 从古老的百家争鸣 到家的洒脱 集传到中国后 佛家发展为更入世 更开阔的大圣佛学 似乎与新时代的思想呼应 而我自己喜爱中华文字 由于其不求精确 不是科学的文字 而是诗的文字 当描写哲理和情意时 本句缠的滋味 因此我们比只熟悉西方文字的人 更容易感受和体会不可说的意境 即所谓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的深奥与美感 这是我们的优势 此书繁体版出版之后 感恩当下的精彩生活 我也为新时代思潮尽了力 于是已决意退休 不再积极做事 只不过午夜未昧 仍会司机 还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世人的 于是 我不量力地注册了 爱和平的脸书账号 只是想汇聚全球华人 无条件地为爱和平 投注心念 集气给这个朴实的盼望 埋下一个敬天爱人的种子 默默影响世界 而不险于任何造成分裂的 权力名畏之争 渐渐启迪转化人心 也欢迎各位无私的 贡献想法和落实的方法 最后 可以告慰关心我的独友们的是 我已脱离免疫系统失调的诊断 重拾自在愉悦的心情 在爱与光中 王极庆 繁体版序 赛斯说 当你爱一个人 你必须把那人放在心里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爱是一种冥想 在情爱关系中 我常有这种 以所爱之人 为冥想对象的经验 当我回首往事 默默关照自己的一生 常常灵光一闪 我在这整理不算短的一生中的 种种挫败 胜利 快乐 悲伤 如七色盘繁的变化转折 不正是以自己作为冥想对象一样 疼惜的吗 赛斯又说 你想要创造性地探索被爱者的个面 于是那些本会显得是缺点的特征 也有了一种可爱的重要性 他们被接受 被看见 在内心里 我对自己是相当诚实的 虽然我以前还为了藏着 无法将心灵袒露 因为内向的个性 再加上严苛的家教 在我十六岁时 以返家的母亲送我八个字 手身如玉 手口如瓶 这时我只敢默默关照自己 生怕成为流言的对象 离家去台南上成大前 父亲的主妇是 不可参加社团 她并没有解释原因 我想是怕树打招风吧 反正我都遵守了 我往往有意无意地 将自己的不完美和种种缺点 都掩盖在天生的低调下 这几年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 约莫五六十岁以上的 仿佛纷纷为大时代背景 或私人里程留下了一些记录 我自存内心 隐隐绰绰留有嬉皮的雨波 虽然一如往常 我只是地下的嬉皮 本来就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子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自我流放在美国 虽然没有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大多的接触都是透过书文刊物 电影 电视 音乐 不过活在这东西方文化 撞击出火花 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刻 亲身经历新时代思潮和生活态度的洗礼 并且面临铺天盖地的千禧年末人预言 自己真觉得是供奉其胜 三生有幸啊 有以下我真诚无影的字述 认识我的人和不认识我的读者 或可有所借鉴 看见一个不会笑的小孩 如何蜕变成 由这系列演讲而浮现出来的喇嘛 我感谢您的读者